他就坐著就吃 然後我們幾個都拉在旁邊 就客廠不好意思 真的很尷尬 妳該不會講幾句話 沒關係 你們餓 妳們就慢慢吃 客廠就走心了 你知道那個砍伴 獎金整個砍伴 高級 超嚴重的 然後他還會生氣說 為什麼會被砍伴 就你害的 對啊 這有沒禮貌的 延伸出來就是白目 對 真的 我以前也遇過一個 就是有一個經紀人 我們公司的經紀人 誰啊 之前他就是真的 白目無腦 有時候就是我們一人 錄影的時候 不是就是可以在電視台 就是要到停車位 對 然後他自己也開車 他也要搖一門 對 結果他就把車停在 他就停在電視台的停車格 然後我們一人就說 我停車格 他說我已經停好了 你就在附近找停車格 對 他說因為我很早就到了 那這一集你錄 他說 他就說因為我找到了 我找不到停車位 所以我就先停了 你在旁邊找一下 然後有付費的你就停付費 有一些大牌經紀人可以這樣 他當然他不是 他不是 然後就是要不然就是我們 錄完影上來的時候 他已經在上面 然後在吃便當 然後他就說 那我的呢 他說我也不知道你要不要吃 所以我就沒幫你拿 真的 我碰過一次也是停車問題 NANI 我們就辦了一個 光復幾十週年的盛大的慶典 光復幾十週年 現在還有在辦那種 很少聽過這種活動 現在只有儀式 那以前我們每逢這個慶典的時候 是不會辦大型活動 演唱會 然後很多表演這樣子 那這種戶外活動 那個管制很重要 停車位非常有限 所以你能夠留給貴賓 比方說 參加盛會的這個部會首長 主持人這樣子 有分勘戰 那老實講 那個需要動員的人力非常龐大 那公司的人手也是有限 所以那個主要人 一定都集中在舞台那邊 那有一個人是要幹嘛 負責在那個車子的入口處 因為他要通報我們誰誰誰來了 我們那邊的人就會安排 大咖來的我們當然 不能還站在舞台上 一定要下來 來...幫他引導 幫他開車門 一定是這樣的 因為那種活動 經常會很多大咖 好啦 千不該 萬不該 就不應該找到那個白目的 因為我們講說 因為這個就是苦力活 老實講 也不需要動什麼大腦 就是你只要通報說 誰誰誰來就好了 然後我們就知道要接待了 這很簡單 對 但是就是這麼簡單的事情 還是有人會出錯 這個仿然要精明一點 那個呢 叫錯人就好了 就是他那邊顧那個門口 遠遠的 一看也知道是大咖來了 為什麼呢 會有隨戶 王金庭院長來了 然後黑銅車 對 銅車 賞紅燈 他嗶 擋下來 好 但也沒關係 這個就是公平執法 也不能因為你是大咖 我們就不問你是誰 贊助 口令誰 然後窗戶 窗戶搖下來 旁邊的隨戶就幫他回答了 說這是院長 然後我們的工作員 院長 哪一家醫院的院長 太尷尬了 灌溉營機 也有可能 有可能會有醫院的院長出動 還有隨戶 他以為是保鏢 基本的繩子要有 旁邊那隨戶已經翻白眼了 就不耐煩了 耐住性子 又有點不耐煩 那個王金庭院長 好 是的 知道 他馬上用對洋情 因為要通知我 王金庭這個字 夠容易講的吧 對啊 王中平來了 王中平來了 有可能 太尷尬在這裡 有可能 王金庭這樣 他就能講成王中平 然後我們 我們那一場活動裡面 就偏偏沒有王中平 很少人 然後旁邊 旁邊我們那隻金座 大王中平 哪裡來會有王中平 我看名單就沒有 然後院長車子還被他擋住 他這個王中平幫你 王什麼平 旁邊的水舞王金庭 王金庭 王金庭 好 厲害 好 然後車子 那個緩緩的就進去了 這已經是第一次包了 第二次包是真的主持人來了 因為那次主持人是凡哥 那凡哥是助理幫他開車 他坐後座 然後那個 把他攔下來 又攔 問他說是誰 那開車的人是凡哥 那個助理他也不知 我們那個助理也不知道說 往後看你 因為凡哥就坐在後座 他就只看架子坐 你哪是凡哥 你是凡哥 我就是劉德華 你是凡哥 好煩喔 白目 凡哥坐在後座 請過來 洋帆 洋帆在這裡 陳景亮 洋帆 陳景亮 你又講人家很明 對啊 好煩喔 你也要把他換掉 換一個人來送一個人 這種粗大包 如果像那種部會手掌 怪罪下來 對 不得了 連名字都叫錯 燕妮姐 怎麼辦 碰到妳 對 其實我們每個人都覺得 自己夠聰明 夠精明 可是有時候 我們難免也會變得很白目 所以為了要避免成為白目的員工 給大家一個建議 就是我們千萬不要自作主張 真的 我下次也不會自作主張 去吃那個魚 妳應該不用再做餐飲 對啊 來... 好 最後一個 自我狂妄型 這個感覺很囂張 很囂張 我就遇到一個 他就是因為有喝過羊墨水 喝過羊墨水 那個受不了 你不要說喝 只要沾一下 不要喝到羊水就好 怎麼啦 通常 用水一般只有嬰兒自己會喝 也沒辦法體會那種 因為你只不要 喝過的反而還沒那麼囂張 通常都沾過的特別囂張 對 對 劉美這樣 劉美 劉嬰的 然後我就遇到一個 他就是因為他喝過羊墨水 所以他就是很會吹捧 他自己有多厲害 就包括他英文講得很溜 然後他多有才華 因為他人長得也有點帥帥的 然後他就說他自己可以 就是扛多少業績 可以帶有多大的商機 然後他就是一開始 先待在一家 小有名氣的一個店 就是台灣的代理 是國外的品牌 然後就告訴他自己 告訴大家有多厲害 然後他那時候 一個月的薪水 才兩 三萬而已 他從一般的 一開始從小業務做起 可是他這兩 三萬 都打理自己的行頭 就是戴很好的錶 很好的戒指 穿好鞋子 讓大家覺得說 他實力很好 所以他才全身都很好 有一些銷售必須 對 要讓大家覺得 對 所以他就開始 每一個公司他待不到半年 他待不到半年 他就是先用他自己的嘴巴 然後從一個很小的 然後慢慢換... 換到很大的公司 都是用嘴巴去講出來的 就說我很厲害 我可以一個月 之前 我告訴你 我之前在那一家公司 音響公司 你知道他那個 我一個月 我賣了100多萬的業績 就是用嘴來吹噓之心 對 然後其他就是聽到說 那你來我們公司 那老闆聽到就覺得說 你全身帶那麼好 穿那麼好 那表示你就是 獎金有拿到很多 然後他就換 就都待半年 因為半年 為什麼呢 因為沒有業績 所以他就一直換 換到最後 換到一家很大的公司 是就一間大概 那個員工有五 六百人的公司 對 所以他那時候就是換到 就是說我很厲害 我之前什麼 在前一個公司 我還進去不到兩個月 然後老闆就看中我 我還去美國出差兩個禮拜 那人家講說 怎麼可能你進來兩個月 你就可以代表公司出差到美國 然後結果他就說我很厲害 反正到最後他到大公司之後 也是半年 他就對那個 譬如說他的上司很沒禮貌 就當作他自己很厲害 然後半年之後 他就被人家FIRE掉 他每一家公司都被FIRE掉 因為他半年是零業績 這種就是沒實力 講門面 然後但是他也覺得說 是他們不會用人才 然後他就覺得說我要自己開公司 因為他就 然後他就自己開了公司之後 員工 老闆 創意總監 都是他自己 對 就是只有他一個人 只有老闆 那他明天要很多張照片 對 你有嗎 對 玉琳哥 以前我碰過一個影響很深刻 尾牙 然後每個小組要推一個表演 我們當時有一個組員 平常就臭屁慣了 那個講話都不可疑似 好啦 要什麼表演 他們就提議 說要不然我們來變裝 我演超人 你幹嘛 幹嘛 幹嘛 老套 不要搞這種東西 另外一個人就說要不然我們來跳舞 不要 他就堅持說他一個人就可以 他說到時候 我們就在旁邊坐著看就好 全人型 對 那你要表演什麼 他講了一個 我們為之素緣起勁 他說柳葉琴 柳葉琴 柳葉琴 也太酷了吧 這個要學的 他真的會 那個就是有點縮暢有沒有 我們在彈 那種叮...這樣子 我說你要縮暢 他說對 他說他以前的偶像就是張帝 張帝 所以他可以 極致歌舞 他可以根據當時的氛圍 那是要真正的freestyle 對 真正的freestyle 他說他可以編歌詞這樣子 狂妄得不得了 然後說 那你歌詞是我們要幫你寫好 還是怎麼樣 不用 那時候你幫我寫好 那就比較即興 他說現場什麼狀況 他就能唱 臨場反應很多 我們一直跟他確定說 那你要唱什麼 我說不會 就看比方說前面有人表演怎麼樣 我就虧他幾句 或者是現場賓客怎麼樣 我就讚美他幾句 聽起來也滿合理的 好啦 大家就放心給他去弄了 每天晚上他是真的都沒有睡覺 我們都下班了 他一個人在加班 幹嘛 他就從那個桌子下面的 我一起拿起來那邊噔噔噔 到了表演那一天 真的太震撼了 因為我們是排在